一所一言学英文 我们来看这一篇 The Wolf is She's Clothing 就是我们讲披在羊皮的狼 It said the Wolf could not get enough to eat because of the watchfulness of the shepherds But one night it found a she's skin that had been cast aside and forgotten The next day dressed in the skin The Wolf strode into the pasture with the sheep Then the little lamb was following him about and was quickly led away to slaughter That evening the Wolf into the food with the flock But it happened the shepherd took a fancy of modern breath the very evening and picking a knife went to the food That first they laid hands on and kill What's the Wolf? The evil do what often comes to harm through his own deceit toothp B没杂用写的狼 升须 Leop就是一只特定的狼 他没有东西吃 破肚子 因为牧洋人很警觉 ORCH FORNESS 基金 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发现了一张羊皮 当时羊死掉了被剥羊皮 Cathaway就是丢弃 被丢弃了 或者是被忘记了 当然这边应该用OR 不要用N 因为这剥的同时 羊皮要么就丢掉 要么就忘在那边 这有一种可能性 不太可能两者同时存在 所以应该用OR比较好 那隔一天呢 他就穿上去 也可以带名词服装 但是是比较正式的服装 所以这个词用的也不是很好 因为这就是穿上比较正式的衣服 这边写PUTOWN就可以 穿上穿戴 就一般的 最爱就是比较 穿的正式 当然你也可以说他穿的整整齐齐 也可以啦 不管啦 所以外文的写的文章不一定一定好 不一定说一定好 所以我最近 这个去想帮人家翻点东西 就跟翻译社的小姐 哇哦 她就给我考我一题 太偏僻了 就是你要找人家翻译 你要去试试看人家功力 因为她不认输 你可以出很难的 可是你不要去搞那么化学物理啊 医学啊 微积分的啊 我说你们这样子 那谁会啊 她说那个不难啦 我说是你们出的啊 这个你看了五十次 一百次几百次 事情当局简单啊 结果后来 后来我就跟她说 其实严格讲起来 这个老外写的也不好 改了一下 哇她说 你怎么改老外了 我说老外不能改 哎呀这没办 跟那小姐没办法谈 就是半瓶子啊 她说她因为好得不了 改过很多东西 唉没有办法 刚刚讲了一大堆文法 她也听不太懂 她就 她认为她的文法天下无敌 没办法 然后最后就是散步啊 这是这个 这个 她就散步啊 stretch就是 舵步走 本来是一 舵步啊 没有没有特定目的啊 到这个草坪上啊 然后草坪上 with 这边就是有啊 这个阶系是最麻烦 所以你不要说 一定是with 是什么on 是什么by 什么不一定 不一定 要看上下文 一声多变 那不久之后呢 一个小高羊啊 所以够的是山羊啊 sheep是绵羊啊 lamp是小高羊啊 一小羊啊 就 傻傻的跟着她走 abunch是 到处 四处 有时候是有关于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像那个小姐 她可能说 这个字就这个意思啊 你怎么讲别的意思啊 这不对啊 这英文不好 那这种人就没办法 我说一字多一啊 什么一字多一啊 一个字就一个意思啊 你就不知道啊 你故意说别的啊 所以碰到有些人 就没有办法 没办法沟通啊 所以我跟老外很好沟通 我跟老外怎么讲 他都说 哎呦 有的说对啊 是这样的没错啊 有的他不这样说 他都说哦 你讲的比较对哦 比较通哦 我再去问嘛 老外就跟他就好沟通 反而跟华人 跟台湾人 跟中国的那个英文 很难沟通啊 然后就是带领他啊 就杀掉他啊 12个就屠杀啊 这晚上啊 这只狼啊 要进入啊 Fold Fold有好多意思啊 说 3 fold 就三倍啊 2 fold 就两倍啊 5 fold 就五倍啊 但单独用的时候 Fold 他本来是有多层次的意思啊 多层次 因为两倍三倍四倍 但是呢 单独用也可以是 那个 栅栏啊 栅栅 就进入官羊的栅栅 这Fold 就一群啊 可以是一群牛啊 一群羊啊 一群猪啊 Fold 一群 但发生了 发生什么事 就是刚好 他要准备进去啊 要到这个羊圈里面啊 要去再偷 再偷一只羊嘛 他一次也偷不了两三只 再偷一只嘛 勾他吃了 那说牧羊人啊 这个Fancy 就突然有个想法 Fancy 所以英文到处 吃肉一只多一啊 Fancy 也可以是小小 也可以是华丽啊 形容词是Fancyful Fancyful 就突发奇想 我们讲突发奇想 就是 羊肉叫 所以有些动物啊 跟它的肉 我们要吃了 同一个字 有些是 有些是 不一样的 像那个steak 就是牛排 你就不要讲beef steak 不用 因为它就是牛排 你讲beef steak 老外绝对听得懂嘛 beef steak 谁也听不懂 可是他又觉得你不到地 原来叫steak 就是牛排嘛 那那个 猪排 你就不能用steak 猪排就是 Bob Trump 切成一片 所以这个 然后这是高汤啊 想煮一个羊肉汤 来喝喝啊 里面要有羊嘛 羊肉 Berry 在那一天晚上 这加强语气 Berry 不是非常的晚上 而是 就是那个晚上 然后他 拉起了一把刀 进入这个羊圈 然后 第一个 他这个 放开手啊 第一个 宰的这个羊啊 就是 就是狼 当然这是 预言啊 你要是斤斤计较 叫真的 哦 狼不得跑啊 狼不得咬人啊 这是预言嘛 就是 穆尔就杀了他 然后他讲的是 evildoer 就是做坏事情的人 evildoer 本来是恶魔邪恶 英文常念Evil Evil 美国一定念Evil 英国有的念Evil 如果舞台剧 撒斯比亚剧 正是一定念Evil 这个做坏事的人 常常啊 看的话 会受伤 那为什么 经过什么 经过他自己的欺骗 也就是说 呃 你欺骗人家 你可能会受报应 我说 法网会会说不漏啊 或者天道有环啊 或者是 就是 恶人有恶报 差不多这些意思啊 就是 你欺骗人家 你可能最后会受害 他讲 讲这样的一个 观念啊 这一期讲到这里